有一天我在導告 比如說 有一天我60歲了 我選擇當記者或選擇當傳導人 我就開始評測 那我運氣得不錯 我也很認真 我可能會從記者 我會幹編輯 我們編輯我可能有機會當主任 成為一個社長或者副社長 或者一個學者 那我可能有房子 我可能有車子 我可能有一些名利異位 我高不高興 我當然很高興 我當個傳導人 我60歲 我又沒有房子不一定 我又沒有車子不一定 我有沒有當年要得我的運氣 可是我就發現 只要我有得過一個人信主 他生命改變了 我就覺得我滿高興的 我是這樣算出來的 我就發現說 只要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條路是我很重 我這輩子不會那麼倒楣是帶一個人信主 我是從這角度轉的 我就發現 是啊 一條靈魂在天上 比在地上所有的都更值錢 所以我們 李嘉松用我們的例子 你就發現有幾個 有幾個很正面的因素嘛 活水嘛 你游出去 新的會進來 第二個 你支持你的信託教 你自己會成長 這兩個項目對我們來說 都是屬於見證人嘛 我不是提供一個創新的理念 然後呢 這個 丟給你去做 我是實際做過以後 我回頭來檢驗 我就發現這兩個原則都在嘛 一個 我出去了以後 我沒有減少嘛 第二個 我出去了以後 更多人嘛 對不對 我們的母體都增加了嘛 所以這些並不影響 而且活力會不斷的增加嘛 因為 簡單的說 你的子會在成長 在得人 見證會鼓勵你 你老教會不見得有新的見證 可是現在教會會有很多的見證 那些見證帶回來是很大的鼓勵 這叫身體的原則嘛 一個身體得榮耀 全身一同得榮耀 那 你可以發現 這個 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嘛 很值得我們去大量的推廣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感動跟這樣的意象 可以不斷地去推廣出去 台灣教會的增長的那一種 瑞士很在 那個展示還在 那個整個福音的那一種 機會還在 台灣現在是一個很明顯的在復興的地方 那些人也要找到的 是很明顯的 是很明顯的